第1个精选港股是联想992 今年3月份第三度 极新蓝筹股行列的联想 将在星期四公布全年业绩 过去一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反复 但联想在2月下旬公布 去年10月至12月份的第三季度顺利 仍可以按年上升6.2 比市场预期好 预料在包括个人电脑 即PC在内的智能设备业务表现稳健 以及基础设施方案业务 具增长动力下 全年业绩不适宜看淡 值得在业绩前买入 联想现在的业务 已经遍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而生产和销售的产品 已经由电脑扩展至手机等智能设备 另外公司2014年以23亿美元 成功收购美国IBMX86的服务器业务 这样联想也逐步将业务扩展到 云计算和企业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等等 如果综合由2月下旬 即联想公布头三季业绩 内地开始部署封控 香港每日感染Omicron人数是超过5万宗进发的恐慌之时 便将给予联想最新的目标价平均值大约11.46 较联想上星期收市价8.01千高出大约4.3 第二个精选港股是长实1113 去年底公司出售了飞机租任业务 录得一笔13亿2千万元的利润 但这个只是头盘 主赛可能是长华系所持有的英国配电业务 UK Power Networks 月前报导指项目获得财团欠救 当时估值最多是150亿英镑 长实持有两成 如果成功以这个估值出售 预料长实将会尽涨30亿英镑 即大约309亿港元 确实有机会排发特别股息 长实今个月重启回购 共买入61.5万股的集团股份 而李泽巨和李嘉诚 去年7月至今 累计大约用了15亿元增持 李泽巨说 这反映对长实的资产和管理团队充满信心 因应内房普遍有债务问题 亦令到长实在中港市场有更多投资机会 集团旗下和记黄报地产 5月份竞投广州一幅地皮 如果成事的就是10年后再度增添内地的土地储备 摩托级与长实增持的评级 目标价由66元上调到67元 较上星期收市价54.35元 还有2.3元的上网空间 美股方面和大家说有超过150年历史的金宝汤 股票代号是CPD 经过一轮瘦身 金宝汤现在的业务分为线食及饮品业务 以及零售业务两大部份 但收购后于至今仍未能进现 零售业务的经营日利率只有1.3元 仍然远低于同业平均2.1元的水平 公司希望逐步改善 到2025年可以升至1.7元的水平 金宝汤截至今年1月30日为止 第二季度的净销售差过市场预期 安年减少3%到22亿1千万美元 主要是因为不利的销售组合差异所致 新一波疫情和通胀 令期内无利率跌了14.5%到6亿7千万美元 外在不利因素不可改变 唯有着力控制开支 透过近期加价将成本的上涨转价至消费者 加上材料供应和老公市场紧张的情况证逐步改善 管理层有信心下半年的业绩会好转 中短期来说通胀压力挥之不去 即使着力控制成本业绩难忘有重大突破 回归基本包装食品的消费需求长造长有 金宝汤龙头的地位难以动摇 并且有超过3厘的股息回报 无虽太淡 但可以一边收息一边等待协同效应的演员